恭喜小姐顺利入坚 怎么样 你干嘛 我不是跟你说好要低调吗 我就包了十次 礼物也是些最普通的奢侈品 所以已经很低调了 实际是 我的心童是旧灾路人 如果你这次再改暴露的身份 让我莫名其妙升职加薪 莫名其妙两个人从此心中的工作 我就 哈哈哈哈 喂 主板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 对对对 记住刚才说的话 走 许总 小姐所在的公司已经成功收购了 很好 再收购几家技能公司和合作公司 记住 一定要忘命 是 什么 公司被收购了 新人总裁的妹妹 是今天的实习生之一 好好好 你说 他穿着一件额红色的外套 手上戴着一根全球限量一条的手链 好 你们几个都跟我去迎接总裁的妹 这个包最近很贵的 你千万别把它弄坏了 你什么声音 你快走 别讲别讲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天野实习 今天部门在这里聚餐 你也进了天野 可是要求本科技以上学历 你不是高中又辍学 收乎社会了吗 我不是在两个年车学院待了四年吗 怎么变成混社会了 真是你 你知道我这西装多少钱吗 西装我赔给你吧 你先我的外套遮一下 不好意思 来来来 遮一下 来来 这个牌子不是有好几万吗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 看这是 哎呦 不好意思 我用黄色的外套 所有手链 就是他 你就是徐小姐吧 我是天野人事部的主管 黄东威 你就是徐小姐吧 我是天野人事部的主管 黄东威 你好 我是徐慧 徐小姐 你真是太低调了 有徐总裁这样的哥哥 还来我们接送实习 徐慧的哥哥是总裁 他们家不是贫困家庭吗 徐小姐 你要是对薪资待遇方面有甚何的不满意 随时跟我 薪资待遇随便提 他们就是认错人了吧 不过 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大家的 让我们隆重欢迎徐小姐正式加入我们天野 欢迎徐小姐 欢迎徐小姐 大家坐吧 嗯 这手链也太高调了 新来的 你喝了什么呀 哦 这是我爸前两天刚才喝茶叶 很好喝的 您慢慢吃浪茶 是要喝你爸的烂茶叶呀 大家都在喝酒 你为什么不喝 我不喜欢喝酒 哎呦 谁问你喜不喜欢喝酒了 这能不能喝啊 是酒量的问题 这肯不肯喝呢 是态度的问题 你现在的态度很有问题 你知道吗 这跟态度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直都这样的 徐慧知道的 徐小姐 您跟她是朋友啊 我确实知道 她这个人啊 从来都是独断专行 自私自利 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的 徐慧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说这样 陈嘉宜 我们天野需要的 是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的同事 连酒都不愿意喝 以后还怎么工作 要是第一天就被开除 肯定会被徐景深笑死的 陈嘉宜 你以前那么耀武扬威 套头来还不是要恭维我 徐总的妹妹们 真是个好生分 什么 她敢比我妹妹喝酒 还把话杂业给人吗 所有人 是 走 你没事吧妹妹 我能有什么事啊 既然领导要我表明态度 那行 徐慧 我喝两杯 喝一杯就行 行啊 这种就怎么能表明这个态度 要喝 就喝虫的 我先干为敬 我 我不会喝白酒 天意需要的是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同事 不过我是两杯 进一杯 这都为你 给花儿子 你说这呢 主板 这 这 是 我喝的 徐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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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需要我继续表明态度的吗 主板 还有谁需要我继续表明态度的吗 嗯 主板 不用了 我去她厕所 谢谢 谢谢 我 好 我 你 到处忘了小姐千辈不醉 我和徐总啊 都被您喝啪下锅了 所以 你不需要家里保护 你也不要再派人跟着我 徐总她也是担心您 毕竟您是千金是蛆 千金我当地了 现在 我只想好好打勾 徐总 听明白了吗 是 徐总 真的要把您全撤回来吗 全都撤回来了 全部还在特种迷惑的狙击手 务必不能让她再发现 是 徐小姐 您没事吧 你陈嘉宜啊 这眼睛就是一个野蛮人 就是 还有女孩子那样喝酒的 太不像话了 徐小姐可是千金之蛆 哪能跟她比 就是 不是 我徐小姐身上这件衣服呀 就是她这个野蛮人 一辈子都卖不起 我手链呢 刚刚不是还在吗 怎么出去一趟就不见了 哎 陈嘉宜呢 刚刚就她和徐小姐出去过 该不会 她是故意关罪徐小姐 然后撤手链吧 哎 哎 哎 嘘 叫出来 叫出来 什么 别装了 是你偷了我手链吧 刚刚就一直在我旁边 你在说什么啊 陈嘉宜 你刚才过一过去小姐酒 该不会就是为了偷手链吧 我喝两杯她喝一杯 这也叫我管她酒 再说了 我搬得着碰她的东西呢 徐小姐的手链是群修限量版 价值连城 所以呢 我刚一直跟她们做爱情 不请你们问她母偷没偷 我们 我们不知道 而且刚刚好像她确实在藏什么东西 就是你偷的快把你放开 你这个女人 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大些不三不四的人 去家里鬼混 现在还当妻小偷来了 哎呀 谢谢你又破费了 每年都这样 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领导来我们家俏俏白方 怎么就不三不四 你说不是你 那你刚才出去那么久 是不是为了去消灯啊 我 我只是去上厕所啊 一看就是在撒谎 嗯 薛小姐她就是死丫子嘴硬 我看啊 直接搜身子 什么 给我搜 哎 哎 你们干什么 干嘛 哎 放开 陈佳音 你敢打我 陈佳音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陈佳音 你 我的手链 这 这是香奈尔高售定制款全球几次一天啊 果然是你偷的 现在人脏贴货 还特别还这么狡辩 这是我自己的手链 这明明是我哥送给我的 陈佳音 你给我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抢了我的手链 我还要给你交代 还在交代 哦 可能是不是人打了我一巴掌 这样 你现在站着让我打回来 还可以原谅 哎 你们干什么 放开 放开 找到了 书小姐 你的手链找到了 书小姐 你的手链掉在洗手间了 这不是全球仅此一条吗 怎么有两条一模一样的 而且徐小姐这条手链 怎么看起来真的这么差呀 估计是在哪个地摊上 跟大爷大妈抢的劣质防品 徐大小姐 你诬陷我偷了你的手链 现在 你也给我道歉了 这条手链不是我的 可就是你给我掉包了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徐总的妹妹怎么可能用假货 徐小姐说是你掉包了 那就肯定是你掉包 没错 你徐小姐的身份 用的长武器里 你们 徐总妹妹这个身份果然好用 陈嘉宜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行 这两条项链给你们收好 这道是你送给徐大小姐 等等 偷了东西就想走 徐小姐 她态度这么恶劣 必须 绳之以法 没错 我现在就报警了 她报警就不用了 怎么能算呢 徐小姐 你们忘了她刚刚还打了你一巴掌呢 陈嘉宜你知道没有 你赶紧给我道歉 我就原谅你 否则他们就报警了 好啊 报警 让警察来找 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现在再走 别别别 大家都是同事 没必要把关系搞得这么难堪 不报警是吧 不报警我可走了 徐小姐 还是您大人有大量 看看那个陈嘉宜 她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都习惯了 况且 我也没什么损失 哎呀 这陈嘉宜不知道又会等什么 腰儿子 快上去看 喂 徐小姐 天啊 您这里的服务员都认识徐小姐 我经常来的 哎 服务员 这楼上在干嘛呀 这么大排场 啊 楼上一个大任务称包了 说是要给她当妹妹 聚办入职庆工业 妹妹 住职 徐小姐 这难道是你的总裁哥哥 给你准备的惊喜 既然是徐总准备的 怎么没人通知徐小姐 啊 哎呀 我哥也真是的 考这么大盘上 不通知我 陈嘉宜 你怎么从徐小姐的宴会下来了 徐小姐的宴会 我哥不是说把上面十层都包了吗 从刚才开始啊 你就跑进跑出的 该不会是知道楼上有大人物 想去拍楼付缝吧 徐小姐 你确定这是你的宴会 这不是我的宴会 难道是你的 徐小姐 要不您带我们去看看您的豪华宴会 是啊徐小姐 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高端的晚宴呢 里面肯定有很多好门公子哥吧 这 我怎么带他们去看啊 万一他们发现我不是附加欺利怎么办 徐小姐 这不会真的不是给你办的宴会吧 这当然是给我办的 走我带你们上去 等一下徐小姐 你确定没搞错 当然没搞错 服务员带咯 徐小姐 带路 哇 下面跟这里面进来 那完全不是一个堂次啊 是啊 我以前去的那些高端酒店 跟这里完全没法比 天狱酒楼每层都是不同的种座楼 今天二层呢 吃的黄龙全会开放 并且越往上 要求就不一定了 平时总在顶层吃饭 这二楼倒是没来几次 咦 别让他 别让他 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大使真迹 随便拿出去都是卖几百万的程度 弄坏你肥的行吗 这一幅画就好几百万呢 这酒店也太好了 好吗 好吗 你在提过什么呢 哦 我说徐大小姐也别只带我逛 逛这么久 在哪吃呗 哎 你就知道吃 徐小姐 这是在带我们欣赏艺术 艺术 不过确实听说 这里的主厨都是带新级别的 徐小姐 您就带我们尝尝吧 是啊 徐小姐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顶级道处 新手烹饪的食物呢 这 我说 徐大小姐 该不会是偷偷带我们来别人的宴会 然后一说成是自己的吧 你胡说什么呀 这发明就是我的宴会 我就是想吃饭嘛 跟我来吧 哇 徐小姐 我们就不能在这吃饭了 当然 这里是我的宴会 你随便走 好吧 那我开始点菜 先来一个 点什么点啊 这是法语菜的 你看得懂吗 不点菜我们吃什么 啊 这里有我的运用厨师 你们在这等着 我直接让他安排一次 也对 反正这个菜单我们也看不懂 就替徐小姐安排吧 运用厨师 那里吃多少好吃的东西啊 这就是上游社会的生活 啊 您先坐着吧 学校要改过 不错 我先去楼上吃点吧 灰灰 今天所有的厨师 都在为虚实财宝的钱金带你 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弄一座菜 爸 还不是因为你没药 你怎么不能让我也过上那种千金大小姐的日后 你 你就不能给你的同事们说实话吗 那怎么行 你没看到他们现在怎么对我的吗 我可不想像你一样 活得那么过呢 别人了 那我想想办法 行 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 你也不要梦一个 有个像样呢 就差不多了 去 那厨师在做食物 嗯 我不知道 有点肚子下来吃 好 来 让我来 我给你歇一会儿 这是我特技促法 我给你空一过的 嗯 太好了 我会跟蛋糕很好看的 一会儿就站起来 好 徐小姐 还要多久啊 别急 马上来了 早知道在上面多吃两口了 来了来了 先 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 这是由两位顶级设计大师 和十位高天大师合力制作而成 采用昂贵的动物奶油 以及法国跟松露 红酒更名贵材料 售价高大 两百万 哦 两百万 哈哈 那这一口下去 岂不是要吃到好几万呢 原来那是我们可以吃的吗 这不是我的蛋糕吗 怎么变成学会的了 当然 我来给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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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宜 你又做什么谣啊 他看起来怎么这么严肃 许会不能吃 因为 这不是他的蛋糕 你胡说什么呀 陈嘉宜 你眼红地都疯了 这不是徐小姐的蛋糕 还能是你的不成啊 徐会 你这一刀下去 就要背负两百万的负责 你可想好 什么负责 我都听不懂你来说什么 这种蛋糕我天天都吃 有什么好奇奇怪的 服务员 你来告诉我吧 这是谁的蛋糕 你听见了吧 他说这是徐小姐的蛋糕 徐小姐 我们别管他了 先切吧 会会 两百万 切好了吗 我都流口水了 徐会 那是分了吗 你给他一块 徐小姐大恩大德 我赏你一块蛋糕 当你一年的工资了 你呀 就知足吧 徐会 希望你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用 你自己 小姐大恩大德 在这儿呢 请 请你 这谁写的 谁给你闹了 七小姐的空 喂 猜了你可我也看清楚了 嗯 徐小姐切自己蛋糕 又不就给你帮了吗 徐小姐 徐小姐是个 徐小姐是个什么东西 徐小姐 你在打我 徐小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好了 就是你切的打包 完了完了完了 徐小姐 徐小姐 你怎么来了 徐小姐 谁叫你嘴尖 他就被打了 一会儿又把我拆穿了怎么办 你 给我朋友道个歉吧 我 给他道歉 喂 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哥哥 徐小姐你给我道歉 你老看他干什么 这是下费 对不起 算了 天也到了 这事儿不结果呢 你跟我出来一下 好了 来 继续切吧 哎呦 好啦 给你啪啪的啊 你给他们切这么大 徐建平啊 徐建平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喉 这么大岁数的小姐的蛋糕 你都敢动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黄先生 你再见 情况已经搞清楚了 里面的那个学会呢 就是上的你了 他们父女俩串通好了 偷了你的蛋糕 我看要不这样吧 咱直接吧 这么大的金额 足够关注十年关系 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不要保安 不要保安 你要是保了 你先起来 灰灰这一辈子可就毁了 我果然没看错 她就是灰灰的父亲 徐双双 你还记得我吗 也是 我是陈嘉宜 小时候还见你家吃过饭 嘉宜 你是嘉宜 哎呀 还认不出你 嘉宜小姐 灰灰她只是一丝糊涂啊 你可千万不要保安吧 我明知道她做错了 为什么还要做你呢 对不起小姐 我 我就什么一个女儿 我回去 一定好好教育 让她亲自跟你道歉 我不会保安的 抱歉就不 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身份 谢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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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太纵容她了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一定好好挂掉她 好 我知道了 小姐 刚刚厨房的人说 徐会他们有点了十几万餐 那是什么 哎呀 这孩子 我不能在家里挫下去了 那这点客气啊 想拍肚子吃 来 让我们举杯 一起感谢徐小姐的盛情团战 你你来干什么 你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我点我的菜跟你一个服务员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这个服务员 你这是你搞笑吗 徐小姐点什么菜 弄得你这手画脚的吗 不会 你知道这些菜 需要多少钱吗 我说老头 徐小姐花她自己的钱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这里这么高端的酒店 还有这种没有素质的服务员 学会 对不对 你个臭端盘子的 也不看他自己什么身子 干什么对我呢 小姐 你 你说什么 你没听见徐小姐说的吗 他让你滚 臭老头 赶紧滚啊 我那 十贵 你是多十星空吗 他可是你亲生父亲啊 他是你亲生父亲啊 他是你亲生父亲啊 你说什么 你说这个服务员是是薛小姐的父亲 是薛小姐 这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 您别听他胡说 我什么身份 一个破服务员 怎么可能是我爸 你 二十位 你看你爸一爸像什么样了 陈家里边 我可是你疯了 你爸 这么何时我找的业 是吧 我已经是为了恶心我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徐小姐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大 黄经理 那我们去吃吧 吃什么吃 气都气饱了 可是这么多的菜 还有蛋糕 菜浪费了吧 我想徐小姐 应该不会在意这些的 要不然 我们打包一下 浪费确实问他 黄经理 喂 家人怎么抛起来 没有 好 走了 李小姐 这是账单 一共是十三万四千九百九十六 刚才摔的杯子就不挡 那你看是怎样还是算好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被我哥包下来的吗 怎么还要我花钱啊 徐总只是负了场地费 各口光 你们这桌是额外回家的 为什么 该死 但我知道要付钱 我怎么可能点菜 徐大小姐 特别千金 会连这点钱都付我钱 不就是一顿饭吗 这儿 你借我哥头上 我到时候得我哥说一声就行 李小姐 你还是让徐总亲自来一趟 徐小姐 要不还是让你哥下来一趟 不要 这点小事何必了吧 帅 平文不足 谁呢 最近花的钱太多了 我哥给我的钱还没到 他打个电话就是 我看 什么所谓的哥哥跟你又不行在 你分明就是在欺骗大家 把别人的宴会说成是自己的 你别再说胡说八道 这就是我的宴会 好啊 既然是你哥给你办的宴会 那你还叫过来一趟 把这十几万的韭菜 和两百万的蛋糕行 让我哥过来 什么什么在让我哥过来 妹妹 你怎么跑了 哥 他怎么来了 我什么 你谁呀 我跟来这么少招 是 徐总 什么 徐总 完了完了完了 你这样写 你哥哥来了 带你上去打招呼 我 那个 吉顺哥哥 我 你怎么来了 锦身哥哥 好累 这是谁啊 你同事 别看我了 说话 我过来看看 看看他家 徐总居然理我了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漂亮 太好了 可以让他把这顿饭钱给付了 那 那个 吉顺哥 这是最多包厢的账单 你们看看 啊 小事 说的也是 这点钱对于徐总来说 一定不算什么吧 赶紧滚 那个 我们还要处理拍卖会的事情 先走吧 吉顺哥拜拜 哎 喝卖会 曲总说的拍卖会 该不会是鲤鱼拍卖会 这可是三辣椒族一起举办的拍卖会 里面全是西式珍宝 天哪 好想去看看啊 徐小姐 以徐小姐的身份 一个小小的拍卖会嘛 那是没有问题的 哈哈 当然啊 让你们试一次 一夜无妨 哈哈 我走了 拜拜 徐小姐 您不打车吗 哈 没见识 徐小姐嘛 当然是有司机的了 等他们都走了 再偷偷打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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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黄色的外套 限定款的首颜 倾国倾城的外貌 嗯 徐小姐 这就是你妹妹 等我拿下她 徐小姐 我看你这个妹孔 哎 怎么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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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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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来了 我看看 鸽黄色的外套 限定款的首颜 清国清水 美 鸽黄色的外套 限定款的首颜 清国清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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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抬过去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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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叫顾以涵 是你哥哥的朋友 今天就由我来担任你的骑士 你 顾送你回家 顾以涵 顾以涵三大才发正义的顾以涵 顾是总裁 他就是哥哥常提醒的那个手下背架 难怪我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居然是那位顾总裁 不菲 你是为我的美方所心动吗 对了 他们 都是你的徒师嘛 这个点了应该不好打车 我派车 送他们回家 真的吗 哇 顾总霸气 谢谢 顾总人还挺好 顾总 他的车 你就不要安排了 我跟他不熟 好的 美丽的公主殿下 请 上车吧 顾环 既然你有车坐 你把外套忙着我 你说 啥 我说 一大小就把外套给我 你的意思是 顾总 好冷呀 快送我回家吧 好高气的车 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好吃的 顾总 谢谢顾总 不愧是顾总 好心事啊 不愧是徐金神的伙伴 好冷静 徐小姐 听说你哥最近忙着筹备拍卖会 拍卖会 那 据说 他对西郊那块地 要进去 这也是 是 什么地 还在做 没想到 徐锦生的妹妹 臣服也这么深 顾总 就快到许家了 这么快就到了 送到门口 岂不出一路线 那个 啊 麻烦在前面那个路口停就行了 哎 啊 怎么行 今晚 我是你的专属 古话使者 我必须 心自 把你送到家门口 我再安心 不用了顾总 就在这停办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紧张啊 难道说 难道说 你还怕被家里人打现 就是啊 顾总 我哥从小管我管得都特别严 从小到大啊 我都从来没有离男生正经 啊 嗯 行 我知道了 停车吧 啊 啊 那那顾总我就下车了 谢谢 谢谢顾总 哎你慢点啊 那顾总回见 开开车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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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少爷 这徐小姐怎么 我 这样 有什么奇怪 徐景深就是这么恶心的人 哦 对了 刚才 我的魅力有诊心出来吗 不 当然 无可调剃 那这么说 他已经被我迷人了 你 不过 少爷 好 为了打败徐景深 我必须委屈一下自己 干这吧 好大的别墅啊 要是我也能住在里面 那该多好啊 你在那里 什么开车的 跟我家门口 你说什么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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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今天就许会的游女男 你刚说 就是你啊 对 我在学家当保姆 你不是徐小姐的同事吗 我白天在外面打工 晚上就回来当保姆 没办法 家里还有个脑袋的咕口要紧 只好坚持多赚点钱 哇好励志的 你没事吧 没事我雪后我先走了 完了学姐师要扣我工资了 学姐师 你这个万恶的资本家 等我把你妹妹去拿 下一步 就是万恶酒 我回来了 我看今天许慧叫你叫的挺亲热的 我就试一下 什么许慧 不是你让我演戏 我还以为你跟他认识 对了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看到顾亦涵在追求许慧 顾亦涵 这小子眼光还是这么差不重要 只要他不追你就行 我只是在想他脑子再坏也不至于坏到这种程度吧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哎对了明天拍卖会 你陪我一起去吧 正好我有礼物要给你 算了算了 我礼物已经要对不下来 哎我的好妹妹 你就陪我一起去嘛 你想想妈妈在国外 咱俩在国内乡 我得相信我也没顾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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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我会 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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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吗 你别说我 你什么自个教育我 你 你知道你今天花了多少钱吗 那个蛋糕 是大小爷不给你计较 可是那一桌的韭菜 就花了十几万呢 那是徐总给的钱 和我有什么关系 徐总打的你非亲非故 他凭什么给你付钱呢 那个钱是我付的 什么 你是不是傻啊 谁让你付钱啊 你现在把钱花了 我以后会疼死你了 啊 我就把你气死了 我 你闭嘴 还好今天得到徐总和顾总的情形 还要继续努力 这样 你赶紧连锈鹏哥 他不是在里面拍拍拍到宝盘吗 让他赶紧够高级的票 你去外面不会干什么呀 你别管 你只需要知道 很快 我就不用再跟他们住这破房子 快快 快快 哇 不愧是三大家做联合举办的拍卖会 真搞笑 等一下 怎么了 是小姐 哎呀 这票 怎么只有四张啊 你们当中 有一个人 不能跟我去啊 那就是你了 真没浮现 要不是我个球 我才不想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票的入口不在这儿 那在哪儿啊 这是你们的入口 这入口 看起来怎么这么寒酸啊 哈哈哈 你懂什么 这叫VIP通的 一般人想进 还不给进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小姐请进 多亏了徐小姐 我们才能从VIP通道进来呢 对呀 像陈嘉宜呀 陈在门口眼巴巴地站着 陈嘉宜那个土包子 穿的跟服务员似的 也非来出拍卖会 大家好呀 好久不见 陈嘉宜 你怎么进来的 走进来的 不可能 这么高端的地方 没有票 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房子 陈嘉宜 那门口的保安 该不是你亲戚吧 给你开后面让你进来的 拍卖会即将开始 请大家尽快落座 陈嘉宜 不是让他给我准备个普通票吧 我说的一个不容易 陈嘉宜 现场的座位可都是开好的 你不会 没有座位吧 你不会 没有座位吧 这还用问吗 还一个问进来的人 怎么可能有位置吧 陈嘉宜 要不然你求求徐小姐 让他赏你一张票 不用 我们先进去 我等会儿找你们 他去的方向 怎么好像VIP房间的方向了 VIP 就他 我看 是被我们拆穿了 莫欢而逃了吧 徐小姐 你哥还有昨天送你回家的故作 应该都到了吧 你怎么不进去找同样 哎 不都是为了陪你了吗 就要送他们盒子咯 还是徐小姐对我们好 那我们赶紧找位置做吧 昨天那个骚光男的面子 会儿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做的 什么都要跟我抢 抢 西江那块地 本来就该是我的故事 好啊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事 徐左 做生意 你不要这么大 不然 给他倒杯茶水 消消 你不是许景深家的保姆吗 怎么还在这儿坚持做服务员啊 保姆 是的 哥子 你也来杯 消消火 这个女人为了自己的脑瘫哥哥 身杰素质 太该人了 你不能喝他倒的茶 我为什么不能喝啊 哪有那么多问题啊 够了 不去杯茶吗 你的 你的 哥 哥 你让他先出去 那个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跟他说 什么事啊 家事 你很感兴趣 我可没隐喻 哥 不是让你给我准备普通票吗 普通票 我怎么有那玩意儿 废话少说 赶紧让给我准备一张 好好好 等等 徐景深这家伙 该不会看那个小蜂蜂漂亮 就把它给 这里突然这么伤 我一定会帮您组持阵营 徐景深 什么鬼 看不出来吗 你那穷亲戚 还有点本事 多谢夸家 不过是有个位置坐而已 说的好像他买得起这里的东西 这么说 你买的钱 我们可不一样 我们是陪徐小姐来的 徐小姐 您今天要买些什么 先看到再说吧 这天三天红叫 红蓝天山的眼泪 起拍价 十万 一条项链 叫十万 还只是起拍价 不过确实好漂亮啊 徐小姐 您应该出手吗 我都是想出手 十一万 陈嘉宜 你疯了 你付不起钱吗 付不起 举着弯吧 反正 二十万 二十万 第三次 下面就是五十 五十一万 七十万 人家 两百零一万 三百万 成交 他倒是满贼的嘛 每次加价嘛 只加一点点 知道有人会出高价的 还能这样吗 徐小姐 您还不出手吗 只是前面这些迪迪玩意儿 我看不上瘾吧 哦 那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入许小姐您的法营呢 现在看看的是西郊家人地匹 东宁秦山西街港口 可谓是风水宝地 起拍价五千万 看着就是 五千一百万 这位小姐 价五千一百万 还有人仅价吗 怎么回事 怎么没人继续交啊 这位小姐 五千一百万 五千一百万 五百万加价啊 五百万加价啊 徐小姐 你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随手啊 就拍下了一块地啊 五千一百万 这么多钱 应该不会有人敢加价 应该会有人加的吧 朱师恩 没人加价了 快乐锤 快乐锤啊 五千一百万一次 五千一百万两次 五千一百万三次 成 新疆确实是会风水宝地 古哥倒是进去最爱情 居然一下加了五千万 徐小姐 你不继续加了吗 你说呢 一五千万 顾一涵 他们刚刚就是在争这个 天呐 云城两大巨头又开始啊 不敢想想 这块地图 我会不会打出什么 一八千万 云城两大巨头 难道是徐总和顾总 难怪徐小姐不加了 两个亿 三亿 三亿 三十块风水宝地 也不应该这么加呀 徐小姐说的小属啊 不能再让他们这么争下去了 否则只会两败去上 郑嘉义 你在嘀咕什么呀 徐总和顾总两个神仙打架 也是你能左右的 我去消费证件 徐警神 据我所知 你们徐氏 应该不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 更何况 这块地势复杂 设计难度极大 你们徐氏 根本找不出一个人 来开发这块 三亿六千万 谁说没有 我没有 原来是为了我 他刚从国外回来 需要这种级别的项目历练和成就 不议 我不管你出什么价格 这块地 我都要定 如意 你妹妹 嗯 你妹妹 还有这种才能 当然 我妹妹比我更有能力 只是需要有机会 汇涵 如果你想继续跟着我 请便 给他妹妹的 那等我搞定了他妹妹吧 不就等于一分钱没活 就得到了这块地 你 徐董 你早说 早说的话 我就不跟你说 五一第三次 徐小姐 您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刚才拍了五个亿啊 你们说什么 眨眼了吧 陈嘉宜 那可是五个亿啊 和你这辈子都没什么关系 跟我没关系 那貌似 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吧 跟我们当然有关系了 哼 你就等着看吧 下面我向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 今晚的最后拍摄题 索菲亚女王皇冠 这顶皇冠 是当时英国维多尼亚女王 送给西班牙皇室 索菲亚女王的生日礼物 是贵族身份 与地位的象征 天哪 这太漂亮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配得上 这么高贵的皇冠 好美的皇冠 要是我能戴上 等我把这个皇冠 送给徐锦绳他妹 还不把他 迷得神魂颠倒 两百万 三百万 训练 你这也和我抢啊 我觉得我妹妹应该会喜欢 他妹妹会喜欢 那我更要买下来了 四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天哪 这顾总和徐总 怎么又争起来了 这两个皇冠 这么多的皇冠 我家的皇冠都非常好 这个皇冠 明显就是给女士带的 徐总和顾总 真的那么激烈 肯定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人 难道 是因为徐小姐 因为我 下面 告诉大家一个中方消息 谁今天戴上这顶皇冠 也就是明昀拍卖会的Queen 因为Queen准备了记者发布会 而且Queen的设断仪式将在全球直播 Queen Queen 我要当Queen 我要成为女王 你快帮拍 七百万 七百万一次 八百万 八百万一次 一千万 我快拍呀 拍拍拍什么拍呀 你以为拍菜呀 一千万啊 我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怎么不加的呀 我 忽然 就不敢心情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成江 恭喜冲冬 徐警察 这次 你终于输给了我 就一个皇冠而已 顺利这么高兴 当然高兴了 你 没关系 马上 就会离不来 郭总 索菲亚皇冠 需要现在就 不行 去办法 这个事情 好的 我这就去 这是一个美人啊 师座 想知道 我把皇冠 送给了谁吗 想知道吗 我对你的风花学 不感兴趣 走吧 没齐吗 很快 你就会感兴趣的 这几皇冠 我将送给我最初的 同时 你是徐总 最初的 他就是今晚的 唯一的 徐贵 徐小姐 徐贵什么时候 成了你最重要的人 你俩的你删完 我真的不认识 这顶皇冠 这属于你 我的鬼 徐锦珊 你现在的表情 真是何等的精彩 怎么回事 他妹妹在台上 看都不看 跟跟这个小包 不聊什么点 顾总 请问你和徐小姐 是什么关系呢 哦 我和徐小姐的关系 正如大家 下面 我宣布 我故意含 将正式追求实惠 徐小姐 你许小姐 徐晋升 现在 你还能不动于衷吗 顾一航 我要杀了你 徐总 我和你 正式相爱 请 我和你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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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景点 徐总 你建议吗 我不建议啊 你俩挺配的 怎么回事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顾总 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愿意 徐景深 你听见了吗 他说他愿意 好啊 好好好 好 今天倒是看了一张好戏 回家了 我还得回家公司 难道他着急跟着 漂亮广武私会 所以连妹妹都不回 请上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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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 我还有点事啊 我先走了 顾总 顾小姐 麻烦等一下 您头上这点皇冠 我们需要进行特制的装订 待会王农馆会金色送给你 行啊 小心点啊 这皇冠 把你卖也都配不起 吃吧 对了 陈嘉宜呢 估计是羡慕徐小姐 羡慕到无地自容了吧 女卖 恭喜你 也就是一个价值千万的皇冠而已 没什么 你也不用嫉妒我 说不定哪一天 也会有男人愿意给你买呢 我 欺负你 还没不好意思 这 你说两句好听的 说不定我就愿意把皇冠 借给你拍两张照 发发朋友圈 这样炫耀呢 哎呦 那估计啊 是他朋友圈最有含金量的一条了吧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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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徐小姐 那个不是那样皇冠吗 我去帮徐小姐拿 你算了什么东西 别敢碰女王皇冠 徐小姐 还是我替您去拿吧 我来替徐小姐拿他的皇冠 啊 啊 啊 徐小姐 哎呀 嗯 我就是徐小姐 把皇冠给我吧 徐小姐 又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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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是你的皇冠 你说什么 不是啊 你什么意思啊 顾总特意问 将皇冠送给徐小姐的妹妹 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徐总的妹妹 你也瞎呀 就是顾总刚刚在台上亲自给徐小姐带上的皇冠 那你看不见吗 没关系 哎 你 你把皇冠给我 哎 小姐 就凭你 别敢冒充徐总对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货子 滚开 沈大爷 你还不说话 你告诉我这是谁的皇冠 这皇冠 确实是取坏的 啊 你给我 小姐 怎么回事啊 噓 不要在外暴露我的身份 好的好的 走 不好意思 小宝武 你怎么没跟你家徐家大少一起走啊 谁想跟他一起走啊 果然 徐几生肯定对他图谋不轨 他一个弱女子 根本没法反抗 既然你这么讨厌徐几生 那为什么还要在他家做保姆 你没办法 命运多串 生不勇气啊 都是为了你那个 老虹哥哥 徐几生 你就是抓住这个妈咪 想对他为所欲为吗 我给你三倍工资 你来我家做保姆 这个 你放心 有我在 徐几生他不敢对你做什么 我一定不能让他被徐几生祸害了 这人脑子 是坏的 陈嘉宜 你敢勾引我拿朋友 不走我家里入住了 回家回家 小萌 我一定会把你从新家救出来的 妹妹上车 不是让你先走吗 徐总 好 你个陈嘉宜 先是给我引完顾总 又上了徐总一车 真是个水溪娘花的女人 这是总裁刚刚下达的关于西郊家园的项目启动书 上级领导高度注视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必须全力以赴 果然 我可把这块递交到这家公司了 天呐 这可是坚毅级别的项目 总裁区愿交给我们做 你也不看看谁在我们公司 我先说一下 这次这个项目光是奖金就高达二十万 二十万 更重要的是接受这种大项目累积的经验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这个项目为什么会在我们公司 所以 经由领导层一致决定 这个项目 将交由 徐慧徐小姐 等等 我也想负责这个项目 我也想负责这个项目 陈嘉宜 你是想跟徐小姐称吗 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我看她说完那二十万 想钱想风了吧 这个项目是为徐小姐量身打的 陈嘉宜 你就不用参与 这么大的项目 怎么能只交给一个实习生去做 当然不可能交给徐小姐一个人做 徐小姐主要负责的是招商引资的部分 更何况徐小姐可不是普通的实习生 我不同意 天意向来以实力说话 我和徐慧同位实习生 我应该得到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个陈嘉宜 怎么这么难成 反正这个项目也是因为徐小姐的关系才给到我们公司 刚好趁这个机会开出陈嘉宜 好吧 那你就跟徐小姐一起负责这个项目 不过你们两个实习生只能留下一个 谁能谈成合作 谁就留下 没问题 这陈嘉宜就等着滚出我们公司吧 就是不思量力 上次当着我的面勾引郭总和徐总 这次又要跟我抢相了 陈嘉宜 看来我该给你点颜色瞧瞧 这陈嘉宜 居然敢挑徐小姐赢的东西 真是不知死 是啊 有的人生下来注定就是善机 再怎么蹦跌也成不了疯狂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就凭他也配跟我去 这些小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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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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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你凭什么喝水 凭个什么 要凭你进入不准一样东西 徐愧 项目我们公平竞争 你现在做这些 男子是怕了 陈嘉宜 你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才应该害怕吧 水性洋花 你在说什么 某些人啊 刚勾引了郭总 这转头就勾搭上了雪总 跟搭戏台子似的 座右逢人 真让人配慌 徐愧 收拾又是你扫我的谣 靠谣 我现在就要是端入城里的真面目 你天呐 陈嘉宜真的上了徐总的车 陈嘉宜 你可真不要脸啊 居然敢动着徐小姐的面 露应他哥哥 这不是我哥吗 我哥又我哥哥 怎么 说不说话 我哥那种身份的人 你为什么也这样想想来 土地可以召唤呢 就是 徐总 可是我们徐氏集团的老子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祸子 徐慧 你说 徐总是你哥哥 不是我哥 那倒是你哥吗 原来你一直冒充的 是这个时候 我说 我说 你说什么头话 陈嘉宜 你居然敢得罪徐小姐 我看你是不想呆了 赶紧啊 给徐小姐道歉 你们没脑子吗 她说她是徐总妹妹 你们就信 你说谁没有脑子啊 徐慧 你说徐总是你哥哥 可是宴会那天 我怎么感觉他跟你不熟啊 还不帮你付钱 你可真是有个好哥哥 我跟我哥的关系 能不上你来管 如果徐小姐不是徐总的妹妹 顾总会那么热烈的追求吗 怎么不见她追你啊 等我拿下这个项目 你立刻给我滚蛋 谁能拿下这个项目还不一定 我们拭目以待 你怎么说洛藏机了 徐静生 你居然敢背着我偷偷说过天忆集团 嗯 你怎么知道 你是猪吗 这种事怎么可能瞒得住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要不要哥哥我帮你设计一下西郊那块 你懂设计吗 你去哪 万一走 没想到这块地还真是个风水暴地 徐静生 你这个暴发户敢抢我的地 等我搞定你妹妹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顾一涵 顾一涵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过来 探测这里地形 探测地形 你不是保姆吗 还兼致做这个 是啊 命苦 徐静生那个混蛋花了这么多钱跟我抢这块地 居然交个保姆来设计 这不蠢蠢恶心我吗 你什么意思 好 我是说你没有必要什么都听他的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来我家做保姆 一个月 五万 不用了 谢谢顾总 你怎么这么固执呢 那行吧 把你的小笔记给我看看 我帮你改改 你也好像徐静生交差 也不用了 这是机密 反正之后抓上影子 还不上五千字 迟早要看他 说的也是 行吧 我终于知道 徐静生为什么派你来了 你不是要帮我改吗 嗯 暂时不用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样顾总 要是您觉得还满意的话 招商影子记得着啊 好呀 只要你愿意把徐静生的动态随时告诉我 我就考虑这个合作 怎么样 你想让我当我爹 我知道你在徐家忍辱负重 都是为了那个脑瘫哥哥 你不用担心 这是全球顶尖脑瘫专家的名片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治好你哥哥的脑瘫 到时候直接把名片上的电话 把我顾亦涵的名字 这家伙虽然笨 但人还不错 谢谢你 我替我那个脑瘫的哥哥谢谢你 我保证完成任务 喂 顾总 能约你吃个饭吗 人家有事找你吗 顾总 人家徐总妹妹亲自邀请您 还不快赶紧待下来 那一会儿见 徐慧小姐 顾总 您让人家 头等啊 徐小姐 你这也太热情了 陈家宜 你怎么会和顾总在一起 你怎么会和顾总在一起 你以为我想来 顾总 他 我们先进去吧 不好意思 我们这是预约制的 几位有预约吗 你说什么 没有的话那就请各位 昨日再来吧 你看清楚了 这位可是顾总 顾总 不认识 这是我的名片 顾 顾总 那就更不能进去了 这是徐氏的产业 我们徐总特意交代过 顾接待 顾亦涵这号人 既然这是徐氏的产业 那应该认识她吧 她又是谁 她是徐几生的妹妹 你这夫人怎么回事 连自家小姐都不认识吗 对啊对啊 你居然不认识我 小心我让哥开除你 吵什么 主管 这么说她是大小姐 倒我不认识 主管您一共见过大小姐吧 小姐 她可是你们徐总的妹妹 终于敢把人拦在外面 还不快请进去 哦 是是是是 小姐请 让开 顾总 您可是云城的商业巨额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生气了 各位 未表现意 今日消费 本店全部免单 上菜 没想到许总妹妹的头衔这么好用 我可要好好利用拿下这个项目 顾总 这是人家的设计方案 能看看吗 徐景深这么自信 我倒要看看她妹妹设计的方案 你多优秀 这跟小保姆的方案根本没法比啊 哎 顾总 人家的设计方案 怎么样吗 哈哈 呃 徐菲小姐 我觉得 你同事陈嘉宜小姐做的方案还不错 你们可以 再交流一下 各位 这是本店的顶级菜 奥马斯鱼子酱 它是由白话黄鱼制作而成的 并且 这盒子的外部 涂有金箔 只有本店 最尊贵的客人 可以享用 各位请慢用 哎 小姐您是不是没吃过这个 这个是需要搭配旁边的背盒勺子 才可以享用的 我怎么可能没吃过 我经常是这个 嗯 味道还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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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 尊贵 学会 呐 顾亦涵给你的 顾亦涵 他终于敢光明正大地给我下战书了 看来 是时候大战一场 帽餐专家 陈嘉宜 你三番五次跟我作对 还让我在顾总面前出丑 哎 既然顾总欣赏你的方案 那现在这个方案是我的了 哎 没想到陈嘉宜打扮起来 这陈嘉宜就知道出风头 跟徐小姐比起来 我看差远了 哎 徐小姐 顾总正在看您呢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天意西郊家园的项目启动会 下面由我四员工徐慧和陈嘉宜向大家展示项目方案 大家好 我是天意集团的实习生徐慧 大家请看西郊这块地最重要的就是港口项目 所以港口的选址至关重要 我亲自实地勘测 选取了这两块地总为 这不是我的方案吗 以上就是我的方案 顾总 您对这个方案还满意吗 徐小姐 您的方案真的是太棒了 我看陈嘉宜的方案 谁必要考虑 这个方案怎么跟徐慧的这么小 就是啊 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现在要说一件事情 徐慧刚才的方案 就是照搬了我的 啊 怎么可能会一模一样 你到底是什么 陈嘉宜 你不要噱口喷人 那个方案就是我熬夜辛苦做出来的 陈嘉宜 拿不出方案你就直说 徐小姐 怎么可能会偷你的方案 我看明明就是你偷了徐小姐的方案 陈嘉宜 你这么漂亮 这个陈嘉宜 穿得都挺白进 没想到心这么黑 居然做同事的方案 对啊 果然 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陈嘉宜 你快点下来 别当我徐小姐跟顾总签合同 等一下徐慧 既然你说方案是你做的 那我问你 西郊家园港口的位置 是选一号还是二号 是一号 错 一号水位较浅 船只容易搁浅 那二号 错 二号处赢风波 风浪较大 船只极易偏离航道 这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你耍我 大家请看 正确的选址应该是三号 三号口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而且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设施 开发难度更低 这才是最完美的选址 旭慧 你说这是你做的方案 那你为何 会回答不上来 旭慧 你说这是你做的方案 那你为何 会回答不上来 这个许慧 对项目内容一问三不知 倒是陈嘉宜说的头头是道 该不会真是许慧偷的吧 顾总 肯定是徐慧偷了小保姆的方案 但是她是徐景深的妹妹 我还得利用她 对付徐景深 我该怎么抉择 齐总会暂停 啊 暂停 顾总 我为什么要暂停啊 你们的方案也分解 我需要跟你们的徐总再商计一下 陈嘉宜 又是你 你非要搅黄这个项目 你才担心是吧 搅黄 搅黄这个项目的人明明是徐慧 她连西郊都没有去过 她不能弄什么设计 你告诉你 实际勘查这种事情 还需要徐小姐亲自去啊 就是 徐小姐 可是徐总的妹妹 就算她足不出谷 凭她的身份 照样可以手眼通天 说的没错 陈嘉宜 自己的土包子 拿什么给我争 明明是徐慧妾取为方 在你们眼里 就只有徐总的妹妹吗 普通员工的功劳 不可以随妾取吗 徐小姐的身份 就是通行证 陈嘉宜 你一辈子也忘记莫及 我劝你小姐人去见识 离开天宜 你们 徐小姐 都怪这个陈嘉宜 搅黄了签约 您看 顾总那边 小问题 我亲自去跟顾总聊聊 顾总 徐小姐 你 徐小姐 顾总 我在 你 说那里就可以了 顾总 你是在害羞吗 哦 我知道 你喜欢人家 当初 在零明拍卖会的时候 你当众向人家表白 当时人家 就已经被你 你的小鹿乱撞了 顾总 您听听 人家的心 跳得慌不慌 顾总 您力气 很大哦 徐小姐 请你自重 你来找我 是否有什么事儿了 那个方案明明就是我做的 是陈嘉宜他诬陷我 这件事情 我会认真考虑的 那 顾总 我们 我还有事 我先离开了 我 妹妹 妹妹 你怎么了 哥 难道身份和背景 这种人都比努力更重要吗 身份重要 努力也很重要 你忘了咱爸当明是怎么起家 不是继续音乐的遗产吗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哥去找他们算账 没有 哎哥 谁干 你谁干什么 你自己干什么 哎 徐先生 你这个秦兄弟 保姆都不放回 什么保姆 哎 那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徐先生 我请告你 你不要打他任何主意 我把他死不死了 徐先生 都是男人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什么 你不仅拿他主意 你背地里来压着他 他为了那个老公哥 一个人打几分工 已经很辛苦了 你解释 你解释禽兽不如啊你 我 你先撒开 我 不如去拿松手啊 松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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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母好 小伯母 小伯母 你放心 不管是方案还是学家 我都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不好意思各位 前面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现在其都会继续 你们把头头 拿过来吧 陈嘉宜 你还嫌不够丢脸吗 你居然还敢把合同放到顾总面前 你也不怕脏了顾总的眼睛 顾总果然还是向着我的 陈嘉宜 你就等着滚蛋了 啊 居小姐 啊 这个合同 我不能给你签 什么 顾总 您在开玩笑吧 什么 顾总 削下了陈嘉宜的疯啊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爷 你是不是都赢了顾总 他让顾总改变什么 你的意思是 顾总是一个灰温美色 而不顾全大局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前不久 我在徐家家园 武御陈嘉宜 真巧 奉剑他在这陈地面 当时我就看了他设计方案出现 我以顾时的名义担保 这本方案是出自于 陈嘉宜小姐之手 不得 顾总怎么会帮陈嘉宜 一定是陈嘉宜去够了他的 那至于为什么 这个方案 会落在许小姐身上 这 就要请天忆内部 好好调查 这 顾总怎么会帮陈嘉宜说 王主管 我记得你说过 谁能接下这份合同 谁就能留下来 请问现在 我和徐慧 谁去 谁聊 陈嘉宜 你别忘了 这块地是我哥牌 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母哥 哇 对 徐总还在这里 就算这个方案真的是学校解脱的 徐总肯定也会保下自己的妹妹 无论如何 做的都是陈嘉宜 怎么了 黄主管 谁去谁聊很难抉择吗 你急什么 你忘了 徐总还在这坐着 你急什么 你忘了 徐总还在这坐着 徐小姐 别担心 有你哥在这 我看 谁还能欺负得了你 他说的对 徐景深这个媚孔 看见自己妹妹被这么欺负 肯定不会放过小保姆的 小保姆 你还是要给徐景深一个台阶下 陈嘉宜 还不赶紧把项目交给徐小姐 然后再好好道歉 否则 你就 我玩你 明明是你能颠倒黑白拨弄是非 工作时不想靠自己努力 你只知道判官才出大旗 天忆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搞坏的 你怎么说坏的 陈嘉宜 我是你主管 主管又怎么了 我只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 徐小姐 快说坏了 混音 金深哥哥 我只是借鉴了一下嘉宜的方案 没想到他会这么生气 早知道 我就提前跟他说一声了 学会 你找不到我的方案 说你是借鉴 你阳性会痛吗 是不是借鉴 许总自有进步 他都不到你 在这边 小宝宝 你还是说就软话吧 你没看见许一生 你怎么一样 许一生 你的公司内部都大成这样 还不说话 许一生 你的公司内部都大成这样 他不说话 你 你怎么敢这么跟许总说话 车怎么这么猛啊 这个陈嘉宜全敢得罪许总 他就死定了 谨慎哥哥 你怕他 我抄袭帮来欺杀白色 还不说我 你说什么 许总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是我 就因为他是我妹妹 你就猫逼他 因为陈嘉宜没有这样的身份辈子 你们在公司就任意犀利吗 我不是 怎么回事 许总 怎么也像个陈嘉宜 许氏旗下的公司 容不得你们这种弄许作家 安言不识的 许会 还有你们三人 给我滚出去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被许氏开除 那不能人在云城 被下扶杀令了吗 许先生 我们不是为了帮你 医术不能害了我们呀 许总 许小姐 我会不会跟你哥哥 许总请问啊 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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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那都真的要被赶出去 是 这可是那个人 好不容易才帮我安排的过程 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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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还在里面的 那我 爱 我们走 对不起 我可以让你一个人隞着 许总 没有找到小姐的朋友 可能 已经被带走了 我不是不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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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徐总 作为这件事的当事人 我可以申请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吗 徐慧 既然你这么不想离开徐氏集团 那就留下来 不过我觉得你暂时不适合设计师这个岗位 先去基层做清洁工吧 鬼头 你干什么玩笑 徐小姐 难道想离开徐氏吗 这个处罚太轻了 按照徐氏的规定 再扣一年的奖金和三个月的工资 什么 我一个没转还大客 如果你们再在公司拉帮结派搬弄是非的话 我让你们在云城 还是放不下当年的事情吗 徐慧变成现在这样 我又不肯定这些地责任 所以这些年你一直自住他们家 供他上大学 还帮他进了天意 嘉义 你知不知道你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啊 当年 放开我 救命 不要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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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陈嘉宜一点事都没有 闭嘴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哥的活都要被那个陈嘉宜给勾走了 可是您毕竟是许总的亲妹妹 这许总居然为了陈嘉宜又开了你 陈嘉宜这个狐狸精 也不知道我使了什么手段 把我哥耍得团团转 天下男人们都一个样啊 有了女人啊 就忘了自己的妹妹咯 看着吧 靠狐媚手段得到的东西 终究不能长久 它不过就是我哥的一个玩物吧 等我哥玩力 看他还怎么嚣张 那那顾总呢 你闭嘴 喂 帮我收拾一个 别太晚回家 听快黑了 知道了 我就随便走走 让我们放下来 怎么是你 我 碰巧路过 碰巧路过 救命啊 你在这里别动 我去看看 喂 放开我救命了不要 放开我 你就是陈嘉宜 你是谁 长得这么漂亮 难怪有人没你过相 谁 他给你多少 我说三倍 十倍 哥哥 十倍 你徐小姐给他多 你怎么想起 徐慧 刚才声音 是他也故意喊离开 穿过 这两天就可以生卖我了吗 你给他帮了宗旨 我可以出卖公主 哪个 十倍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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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跑啊 啊 让我这里的脸上 画一个盒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Сing you again 啊 啊 啊 你臭小子 你搖滚 你活的 你小孩是铁做的吗 上快给我上 小伯母 我这一脚 你看好吗 看好是吗 这一脚 会有水 你手上 怎么这么多伤啊 说明我经常行侠仗义啊 不乱动 哦 你流鼻血了 还有内伤是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我我没事 你没事的话 早点回去吧 许锦生晚点回来的 不急 小伯母 tell me who are you 我想清楚 想清楚 什么 whatever you need 不要你 sing your eyes tell me who i am 做的 sing my eyes whatever you near 你说 行 这里是20万 算我买断你的钱 以后 你没给我 我就再给你家伙 给你 你洗吗 你说呢 傻蛋 你就是包养我 啊 这 保养 不 我你误会了 我是说你给我提供徐几生他妹妹的情报 情报啊 我说 你为什么 你要小姐情报很 我这不是追他吗 我现在有点不知道 很入手 是吗 他不是 终于已经待着跟你在一起了 你不知道 这只是表面 每当我要带他去接徐几生 和他其他家园的时候 他都会拒绝 我就觉得了 他应该是没有真正的接受 他当然不敢了 因为徐几生的妹妹 是我 你对他比较了解 我觉得 我应该求你方便一下什么 你是想 让我 帮你追徐几生的妹妹 好吧 那我就给你一个追他妹妹记 别这里等我 我 鬼寒 鬼寒醒醒 那给你 这是 这车子 居然精确到了生理器的波动 太直觉了 小宝贝 你开一下吧 没事 反正 助人如助己嘛 哭一涵 你怎么在我家 你早晚 一小回睡 快去休息吧 辛苦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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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 你在沙漢 有点腻啊 别管了 弄不弄不强 你们 沙发 哥 你难道看不出来 他是故意说给你听的 你这小子 差点被他给骗了 哥哥 还在我们家干嘛 呃 这不重要 哎 哥 你这是什么 啊 给你的 我的 嗯 牵翼总监任命书 你要我当总监 你这次设计的方案 给我们徐氏集团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该不会是 啊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 是我们整个公司领导层 共同的决定 好吧 那我就 无尽不如求你了 嗯 哎 对了 不许跟故意韩间 知道没有 知道了 我去上班了 哎 你不是有别准 你说什么 我 我去上班了 哎 那我送你了 正好 该去警告一下巨会 徐小姐 我们真的要扫厂 什么 你这是什么 我差别要做这个 徐卫小姐 徐总 有事找你 徐总 徐总单独见了 不会是 姐 啊 啊 谦伸哥哥 важ 啊 啊 徐卉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别在我眼皮板底下说小肚子 陈嘉宜 你忍不许 许总刚让徐小姐当清洁工 这不准头就来吼自己的妹妹了吗 新兄妹就是新兄妹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狐狸精就能替代的 就是啊 徐总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个郑嘉怡 徐小姐 你哥哥刚才跟你说什么了呀 我哥他让我的陈嘉怡远一点 果然 徐总已经看清了陈嘉怡的真面 多怪这个陈嘉怡 帮我们开成了清洁工 好巧 这是打扫完厕所了 陈嘉怡 你还好意思说 看来 转给我挺顺利的 闭嘴 都是你害的 徐总要开除你们 是我让你们留下来了 你们不但不感激我 还到达一盘 感谢 谁要当清洁工啊 陈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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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得意 我今天早刚刚得到消息 总部在我们公司任命了一位总监 专门负责这个习教项目 徐总发话了 公司上下 一切以总监为尊 主管 主管 这是真的吗 我可怎么又这么这四处 哎呀 某些人啊 真的是笑死人了 做出的方言又怎么样 到头来呀 什么也没捞着 最后公司空降了一个总监 哎 不是空降 这个人啊 是从公司内部 破格体外上去的 公司内部啊 能让徐总如此看重的 难道是徐小姐 哎 不是徐小姐 还能是别人 显然 这是徐总 对我们徐小姐的补偿 陈嘉怡 你笑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总监 是我 哎 你们凭什么认为 这个总监会是徐慧 徐总才惩罚了他 现在又把他升为总监 你们认为 徐总 有什么分裂吗 闭嘴 陈嘉怡 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当这个总监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徐小姐 你还不知道吧 徐总刚刚才 亲自来公司 捧徐小姐 确实 捧他 有些人啊 以为出卖色相 就会留住你 可惜 我哥 不是这么肤浅的人 看来 徐总给你们 占讯还不够 还在公司搞小团体 我看你是拍不上 徐小姐的关系 所以忌妒了吧 就是啊 哎 那既然徐小姐 这已经是总监了 我觉得 我们也就不用打扫厕所了吧 徐小姐 不管这个总监是谁 我绝对不要当清洁工 陈嘉怡 我以总监的身份命 现在立刻去给我打扫厕所 你 你 我 不好意思 我才是这里的 这份人秘书 是假的 假的 我哥的字 我还不认识吗 这根本不是他签的 那 我这说吗 我怎么可能会认识 他们的警戒 陈嘉怡 你这跟伪造这件命数啊 这是徐总亲自给我签的合同 你们要质疑 徐总吗 徐慧 你疯了 陈嘉怡 你这会吃的 还不是暴散 那不是叫合同 伪造 方案是我做的 合同是顾总亲自给我签的 我为什么不能做这个总监 为什么 就因为你 抢了徐小姐的功能 你就没有资格当这个总监 听我说 顾总都准备签字了 陈嘉怡非要出来插一架 现在又想当总监 你想的没 只有徐小姐这样的身份 才配得上总监 你陈嘉怡算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小总 小总 您来了之后 您可是徐市的副总 你看看 这个陈嘉怡啊 就应该伪造总监热命书了 伪造热命书 热命书呢 伪造热命书 热命书呢 为了想事尝见 我已经把假的任命书给撕了 这个陈嘉怡啊 赶到包天 连徐总的签名也更伪造 小总 您快点惩罚它 这就是徐总的经理签名 你们竟敢随意撕毁徐总的任命书 什么 是真的 赶到包天 我是我死的老 是 是小姐 徐小姐死的老 小总 学会撕毁我的任命书 你看这件事 该怎么处理 这个陈嘉宜 被上边破壳提拔 陈总监 身份肯定不简单 也只有黄东威 这群没脑子的家伙 才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得罪 陈总监 这件事全权交给你处理 你现在是总监 天忆上下都替你调理 好 我以天忆总监的身份命令 马上去打扫厕所 要是敢被我发现偷奸耍滑 立刻滚出天忆 今天我来接你下班 神经病 徐小姐 你哥怎么让陈嘉宜当总监 怎么不是你 是啊 你可是徐总的妹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我哥怎么想的 那肯定是被陈嘉宜 泥了心窍呗 你们反不反 不能让郭总看见我正乎无恙 徐慧 谢我好 大嫂怎么样 我检查一下 你闭嘴 小伯母 我 徐慧小姐 你也在这儿 好巧啊 顾总 这件衣服挺适合徐慧小姐的 换了身衣服感觉更贴合您的气质了 真的吗 顾总 好 看来不管我穿什么 顾总都觉得好看 好 徐慧 你工作做完了吗 还有空站在这儿休息呢 这个陈嘉宜就是进不得顾对吗 要不 我 您先忙 我先走了 拜 顾总 回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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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姨 你给我等着 小伯母 测自我看 大受启发呀 是吗 那你不就追徐慧 从我在这儿喝什么时间吗 哦 嗯 我真想问你呢 虽然你确实写的很不错 但我觉得你写这个人的性格学识品行爱好 都跟我认识的徐慧也太一样了 用这个锥真的没问题了 是啊 你就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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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再来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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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徐慧今天晚上来酒店陪我 我再帮你一次 还是上次那个女的今天晚上多教学兄弟她身边那个男的是个硬唱 哎狗哥上次那个女的挺漂亮的下次带给兄弟们玩一会儿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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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票干完有你们玩的干你们什么东西敢当我狗哥的鹿狗哥野狗的狗 狗哥 你当上的呀 敢对徐家亲亲动手 敢对徐家亲亲动手 也不打听打听 徐家 真是干什么呢 徐 徐家 徐家 这个时间 陈嘉宜那个小子 恐怕已经被狗哥他们 哈哈哈哈 狗哥 或者说董哥 지나 arkadaşlar 逐城 出去 怎么 dream 很好 cturne 早 续 'd 不愿意 不愿意 没有 没有不愿意 就是我今天太舒服 不得方便 好吧 那拿钱吧 我们几个要不一起算 给吧 我哪有钱呢 可逗哥 人家 能不能分 放心不放心 安心 去 哥哥 我说你 我说你 我两天 我签一句话 我一定会 好 别说我云香西域 自在给你 不要人的话 打死你 走了 可以给我一笔钱吗 我急用 又欠钱了 我母亲手术 需要钱 你撒谎 你花钱干了一些伤心害你的事 这笔钱 我不能帮你还 他 他怎么会知道 我求你了 不然 那全部会不会犯过我的 你一错再错 这笔钱 你自己想办法还上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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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小姐 你看一下这个是多少 啊 啊 索菲亚女王皇冠 小姐 您是徐氏总裁的妹妹啊 算了 徐小姐 您这是打算把皇冠卖了 这个 我家皇冠太多了 别说放不下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徐小姐您稍等啊 你把这个拿去给店银 徐小姐 您这边请啊 你这个销售还不错 到时候让我哥多来给你生朋友 徐小姐 您可真是人美心善啊 你进了 欢迎光临我这家 麻烦帮我给这玉佩一条项链 凯林嘉宾 他怎么在这 徐慧 我正想找你呢 什么想让你自己就出来了 你找我干什么 狗哥那几人是你叫来的 是狗哥 徐慧 我确你不要一错再错 徐慧 到时候就真的别抱歉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徐小姐 您认识他呀 不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他这种穷酸货 说的也是 徐小姐您身份尊贵 瞧瞧她 穿一身的地摊货 怎么配合您认识啊 你们名誉斩就是这么对待客户的吗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只服务像徐小姐这样的高端客户 至于你 哪两块哪待着去 你 得赶紧让陈嘉宾离开 不然卖皇冠的事就瞒不住了 你们这里什么阿猫阿狗都让进的吗 本来还想随便挑起一样东西 他在这儿我都没心情买 徐卉 你确定你有钱买吗 你是什么身份啊 敢质疑徐小姐 徐小姐可是身价万亿 你赶紧走 不要打扰徐小姐购物 我凭什么走啊 吵什么 徐小姐在哪儿啊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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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 你真的很缺钱 笑话 那是什么问题 那是当然 徐小姐和顾总是什么关系啊 徐小姐 你赶紧把顾总叫来 也让我们小店跟着沾沾光啊 行 我这就叫顾总过来 顾总啊 那个 嗯 你有时间吗 顾总说 真是太可惜了吧 顾总可真是是礼饭机啊 是吗 要不 我来替你叫一下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替徐小姐叫顾总 白天 过来你一班 你说什么呀 你有顾总电话吗 就是故意来搞乱了 还不赶紧把他赶出去 我跟这家伙你屁如此合同 好啊 你干什么 放开放开我 放开 顾总 住手 你们想对他做什么 啊 顾总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竟敢在这里捣乱 顾总 顾小姐 不是说顾总没时间来吗 顾总 顾总 您这是做什么 小伯母 你没事吧 只会要卖索菲亚皇冠 要你倒茶 我好心帮他把你叫来 没想到 他要赶我走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卖皇冠了 陈嘉义 你不要诬险我 小小姐 这皇冠你还卖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卖了 嗯 顾总 你 既然你对我送你的东西毫不在意 那我就收回吧 带他走 顾总 我可是徐景深的妹妹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了 等等 徐景深 就算是徐景深在这里 又 顾总 陈嘉义这个女人 她一边勾引 您一边勾搭上我哥 像她这样的女人 根本配不上你 嘿 没想到我在徐小姐眼里 这妹妹 你不要 把她丢出去 顾总 顾总 顾颜 你不是要追徐景深的妹妹吗 这么一来 计划就全爆汤了 那就泡汤好了 我不允许 有人很欺负你 小姐 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和我们顾总是这种关系 是啊小姐 你就是大人有大量 换过我们吧 你们区别对待顾客 服务态度恶劣 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顾客 你们还会道歉吗 小姐 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们吧 全部丢出去 全行业封杀 顾 顾总 不要我顾总 顾总 这个电影还不错 服务态度温和 大客热情 行 那就由你 来担任店长吧 谢谢小姐 谢谢顾总 谢谢顾总 小姐 慢点 这份手册 我没用了 仿佛着你 你便过行 哪里 倒是我要谢谢顾总刚才 出手相助呢 好了 那既然现在许景深妹妹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顾总 准备怎么打败许景深呢 我 准备放弃了 放弃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傻的 其实 我知道 很多人都觉得我傻 他们老把我跟许景深放在一起 跟他斗了这么多年 我一次都没有 也是时候 该放弃了吧 吴一孩 不要妄自嘴部 在我眼里 你一点都必须定深差 小伯母 我给你 讲个故事吧 听说 徐家那小子 年年考第一 高中啊 就在帮家里打点生意了 徐家有这样的继承人 真是三生有幸了 那孩子 确实不错 遗憾 要是能跟他一样 我就不用听我故事的未来操心了 小伯母 别让孩子听到 那他不动 你 啊 喂 不是 约人 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明显第六届金融性战医的掌握 过了的是 沐一涵 下面宣布 此次了 生日下的特等奖 我讲的是 徐锦森 所以不是这些年 我没赢过他 是从小到大 我都没赢过他 我还以为什么呢 这很正常 就像是徐锦森 也有从小到大 都没赢过他 这怎么可能 他的父亲 徐老爷子 不 他没 你说徐慧啊 这怎么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 不可能 之前我是没见过他妹 室友传闻 说他九岁就帮家里 解决了一场金融危机 十六岁就进入伦敦艺术研究院 还说他长得 美若天仙 可是你再看看他 又丑又笨 还很虚弱 有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承来 我不要带你见一下徐锦森了 妹 顾一涵 你怎么又来了 徐医生 我来问你点事 徐医生 听说你从小到大都没赢过你妹妹 真的假的 什么 这丫头 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是又怎样 我妹妹就是这么优秀 你有意见 徐锦森 你就别放屁 你妹妹那个傻样 我还不清楚吗 她哪里优秀呢 你敢骂我妹 我说的是事实 实话实说吧 我之前还想通过追你妹 来质核 但我现在已经放弃了 这么说 你不打算追我妹妹了 没错 而且 我还可以在这里给你发一个试 我以后绝对不会靠近你妹妹一步 好 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 那就赶紧走吧 我还要跟我妹妹 那下午茶呢 走吧 不走 不走 还是自己走吧 你来跟我哥 下午茶呢 你说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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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姑一涵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嘉宜 是我亲妹妹 屁 你什么时候说过她是你亲妹妹了 再说了 她不是姓陈吗 我随父姓 嘉宜随母亲 你有意见 你不是说你刚才吃了脑灯吗 差不多了 原来如此啊 也就是说你对小保姆不是金色奇业 不是你你小子 也就是说 我能追她了 哎 不行 你给我打住 你刚刚才发誓这一辈子不会接近她了 哎呀都是误会呀 大舅哥满上哎 谁是你大舅哥 大舅哥 我进钱钱来满上 我不是你大舅哥 也不可能是你大舅哥 大舅哥给我记住 大舅哥 你怎么办啊 哥哥哥哥哥哥哥是哪 你再快送我两次 我一定花钱 哥哥 想开话 你别人见 我不要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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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我马上花钱 我要瞧瞧你吗 放开我 我来找你 可不是为了钱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恨主持家宜 郭佳宇 我现在听到这个你做什么意思 哦 你不把她的 谁做什么东西 看来 我们有共同的 不然 超纯一剑 有着老公学 不是能赢你一个私生子 你学问 你看清楚 祖上 肯明成三大家屋 总是维系这种人 不是 别让我再听到那三个字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乖乖听话 少不了你的 你要我看什么 你要我看什么 名神集团 即将召开 三大家族 都会齐聚一套 到时候 要 你去吗 哥德里斯是 储家的继承人物 马上召开的云城商会上 他们必定会争下一任的 成为长成人 没错 储家的继承 该不会是那个私生子 准吧 是的 如果他当上商会掌权人 整个云城的商会局势 还是都会不是公主 这次的商会 恐怕对顾学两家 都会产生击打在一起 你还不算没能 多谢大舅哥的夸奖 你 哥 你是想 顾家 和徐家 合作 顾一 你怎么想 我没问题呀 反正以后 都是我们家 这不行 我不同意 家宇 家宇 这小子 明明就想借这次机会来接近你 哎 我本来就是打算带家宇一起去迎城商会的 凭家宇的设计片子 绝对能得到现任掌权权人的赏识 到时候我们再公布家宇的身份 我许下注意 我许下注意 我再扫扫 对了 这是商会 徐家的邀请 拿回去 我徐世锦云城商会 还需要考吗 那好吧 但 大爷 今晚有时间 什么 别误会 我是跟嘉仪去聊西郊项目后面的 采访问题 我 我 我 好了 那去哪吃啊 下一个 哎 你放心 我来安排 你 你 完 完了 完了呀 妈 妈 你们快回来 咱家白菜要不是住宿吗 哎 再也 现在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我 郭总 如果不是聊工作事情的话 那我先回家了 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的 郭总 我 一直都这么自信的吗 不 因为公略手册上说 他如果不喜欢一个男生 是不会给他制造任何 你都处在机会 所以 郭亦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那等这些商会结束 如果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再对我说一次今天说的话 好 楚江 楚然 我倒要看看 他有多大的能力 请出身邀请卡 你看看 我是谁 许子 没有邀请卡 就算是您这样的单位 也不能进去 你说什么 许总 不好意思 这都是规定 您不会没有邀请卡吧 开什么 原始终 让我们邀请函送我来 许总 顾总不是把邀请函带给你了吗 那场里面 许小姐 人家把邀请卡都送到家里来了 非要好面子 这下好了 被保安来在门口 求求你和我的保姆名字 等着 徐小姐怎么还不来 你懂什么 徐小姐这种身份的人 出门都是很繁琐的 化妆了 选衣服 选包包 选首饰连坐哪辆车 都是有考究的好不啦 就是 这许小姐参加这么重要的商会 不知道啊 有多少好车相送呢 许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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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出租车过来了 哎呀 怎么可能 是 是陈嘉宜打的车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我 许会 你现在撒谎里眼睛都不眨一下了是吗 陈嘉宜 许小姐 许小姐可是徐总的妹妹 怎么可能撒谎呢 只有你这种穷三户啊 才会打出租车过来 许会 坐出租车很丢人吗 你为什么这不能真实一点呢 我家司机才刚走 你还把我跟你这种做出租的相提并论 这主要可救 还有你们 就这么认定她是徐总妹妹 哎 怎么还想挑拨离间啊 不是徐小姐 难不成还是你啊 来 几个妹妹 你在吵啥子吗 先把钱给了啥 陈嘉宜 还不赶紧给钱 又不是我打的车 你凭什么给钱 哎 你又不要脸啊 上了上了 那我帮她给吧 你习惯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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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徐小姐 您可真是人美心善啊 您这身衣服 一定很贵吧 这可是乡奶奶的秋季新款 我看这还不错 就用我哥给的零花钱 随便买了几件 徐小姐 您这身衣服呀 真是太称您的气质了 不像某些人 哎 陈佳怡 你居然穿的是香奶奶高丁系列的晚礼服 还是全球限量款 有钱都卖不到 还有她身上那些首饰 看起来比徐小姐的还高级 她怎么可能买得起 肯定是租的 我看她这身 吊牌都还在 吊牌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是吊牌 这是吊牌 徐慧 你这衣服不会是租的吧 怎么可能 徐小姐 你 她胡说 我早上试了太多衣服 忘了姐而已 原来是这样 没事 徐小姐 我正好有剪刀 好了 徐小姐 我谢谢你 不用谢 徐小姐 我们别管这个陈嘉宜了 先进商会吧 进商会 你们知不知道 这次商会 可不像上次拍卖会一样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混进去的 混进去 天哪 这次黄卡 一号三号 还是四场 我们能来这儿 还是张徐小姐的光了 陈嘉宜 陈嘉宜 您有吗 我没有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穿得这么花枝招展的 不会是想现场勾一个人 带你进去吧 哎呀 一身都胡没样 哎 你不是勾引了顾总和许总吗 怎么 没一个带你进去的 谁说没人带他了 顾总 嘉宜 我吵你半天了 没想到你在这儿 徐慧 看来上次在中古店 我能听到 你是一点没听进去的 我 他怎么会有楚家的黑卡 嘉宜 我们先进去吧 好 哎 这顾总怎么老是帮着陈嘉宜啊 是啊 居然还为了陈嘉宜 警告徐小姐 闭嘴 陈嘉宜 是你逼我的 他要我生苦一生 可别怪我 哇 九哥 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顾亦涵 我是不可能感谢你的 哥 这天要不是顾亦涵 我们俩一个都进过来 嘉宜 你怎么了 我 你亲哥哥 哟 这不顾少和徐少吗 这么多年不见还是老样子 什么老样子 这么多年了 徐家还是压着你顾家 你这个顾家的长子 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一个私生子都能获得储家的继承权 你们储家倒是长进不下 陈嘉宜 还是那么伶牙练持 我们徐顾两家的事 他轮帮我自己 一暗地 一暗地 嘉宜 我们走 哥 你居然帮过一狠说话 我呢 先排出外患 再轻出一击 他们果然还是不对 少爷 这次要是还拿不下伤会掌权的位置 人在储家的地位 我还要你说 凭什么同事出生三大家族 他从小挺一玉时 而我 却是遭人唾弃的生死 掌权人的位置 是在你 学会 别忘了死忘了 啊 陈嘉宜 他身边站着的是啊 啊 孤总 还有许总 陈嘉宜 这次不要让我胜败 名利 首先感谢大家的盗牌 来参加五年一度的云城商务 我想给大家一度 来自商务 我要到 下一个商务 来自 这掌权人啊 关系到咱们整个云资的经济发展地方 究竟 谁能够成为 莫老的街外人 我国家 在徐一顾两家之间 那可不一定 最近呢 楚家的石头正王 也是有力的竞争率手啊 我想选择掌权人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有能力 为原厂设计书 发展蓝图 掌权人向来 能者居之 想必三大家族也早有准备吧 你们两个臭小子 都这么多年了 还事如死 一个只设计了东边 一个只设计了西边 而且你们两个 都是考虑了自己家族商业反观 重要的事情 这两个人 我想要的掌权人 一定是要把全云城的经济地 放入位 而不是因为个人的矛盾也恩怨 把云城的经济板块 一分为二 郭老 不妨看看我的设计脑比 哦 楚家小子 哈哈哈哈 嗯 不错 这份图子非常的全面 比那两个小子设计的完整多了 你看 这各个重要的城市相互连接 资源相互利用 好啊 不过 西郊家园这块地方 好像 规划的不大好啊 西郊家园 我设计的那个项目 我听说前段时间 已经有人把西郊家园的初步设计图 做出来了 不知这位小友今天 有没有来呀 在这里 郭老 西郊家园的设计项目 是我们徐氏旗下的员工负责 忘了 西郊家园的设计图最终版 我已经完成 可否请您 赶紧一看 原来是这位小友 我找有耳门啊 快拿给我看看 陈嘉宁是疯了 这种场合一旦往上去 布老领事主公 这是个发明的紧张 太可怕了 希望不要波子到我 没有 借助徐氏西边的地区优势 加上故事的航海业务 完美 这真是完美啊 哈哈 就单凭这一个地方的设计主 就压到了楚家的小子 看来这掌权人一世 哎呀 慎重考虑啊 不 什么 这位小友也想竞争一二吗 不 我要告他 陈嘉宁 此话怎讲 他的这份设计图 是抄袭的 哦 封口无凭 你有什么证据吧 这 就是证据 陈嘉宁抄袭成信 高中时期就因为抄袭 被学校开除 这样的人 怎能让人信 没想到陈嘉宁的为人 这么不堪啊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呀 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区惠 造谣可相负法律责任的 好啊 今天我倒要看看 警察带走的是我 才是你 这怎么搞啊 陈嘉宁 现在 我还想狡辩吗 这视频里的不是我 不是你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大家请看 这张眼 就是陈嘉宁 他就是一个贯方 不可能 嘉宁不可能做任何事情 许总 您不用急着为陈嘉宁变脱 这个视频里被抄袭的主人公 今天就在线 什么 这人证物证都有了 我看这陈嘉宁 今天还怎么跌了 丢死人了 早知道啊 这应该早点要滚住公司 就是 他把我公司的名声啊 都好臭了 好了好了 大家稍安勿躁 这位小勇 如果你所说属实 今天我做主 一定要给这位 被抄袭人的一个功道 这个人 想必大家都已经熟悉了 他 就是初然先生 初然 他们果然勾进在了一起 这件事 我本来不打算再提 它是我一辈子的头 这件事 对我的打击也很大 这次 我放弃了画画 自此一笑 没错 陈嘉宁抄袭的 正是楚然先生的作品 这也导致云城最大的画展上 同时展出了两幅 一幅一样的作品 校方为了平息风波草草了事 直接开除了陈嘉宁 并为向社会 公主真相 你胡说 当年明明是楚然 掏袭了我的作品 陈嘉宁 视频铁正如山 你还在这里狡辩 就是 我们看得清新秤楚 就是你 偷了楚然先生的作品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为人卑劣 今天就请大家做个见证 我们捐一公司 捐你 你 这种东西 黄东卫 我还在这 你是在替我做决定吗 不是 我 臭的 我以为天资聪明 可受人臣 没想到 居景山 居然是你公司员工 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过了 师父相反 陈嘉宁西郊家园的设计 不是抄袭我的 什么 没错 我是天忆的主管 我和这几位同事 都肯定是这个事情 这种人 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 云城伤会 对 把他赶出去 晚安 等一下 顾总 你也想包庇陈嘉宁 我知道你跟陈嘉宁 关系匪险 但证据确凿 陈嘉宁他就是个小兽 顾一函 你给我下来 不要以为你是顾家的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主任 你的心思 还是说你自己很清楚 这个事情 根本就是你一手伪造的 一派胡言 我堂堂崇家的继承人 难道还会拿出一个假视频不成 这个视频 果然出自于你的手 是我提供的又怎么样 这也摆脱不了 陈嘉宁抄袭我作品的事实 来人 把陈嘉宁给我带走 不说 你这个视频 根本就是合成的 这个视频 用了AEI换脸 里面的人 真的就不是陈嘉宁 AEI AEI换脸技术 的确可以做到一甲段 但是 这一项技术 目前还上过去 多次步伐 视频里偶尔会出现 这样跳针的去 只要 仔细甄别 定能找出 其中的过程 什么AEI换脸技术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AEI技术 那你只听得懂 健康 什么 这个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 是在下午六点半 而当时那场会话比赛 是在下期 这个画面 明显示在晚上 云城下期的六点半 大阳就落山了 你这个视频 根本就是找人演的 然后通过AEI技术换成我的脸 我并没有因为抄袭被学校开除 真正被学校开除的人是你 楚然 不是 你是他的 他心头自慌 楚然 没想到到最后 你竟然是个原文化的 空之下去 我徐氏 正是向楚家发起空扎令 许锦绅 许锦绅 就凭你们徐家 也变得我成功 那 再加上我故意 什么 你们 你们不是死对头吗 故意 你们敢耍我 楚家家族 楚正未到 你们敢耍我 我 我 楚然 你是想害羞我 楚家发 陆虚造假 还敢同事得罪 与你让我们重点 与你死 和博恩说楚家 不要 不要 我没有你这个人 我还能够陆虚 不要 八 八 八 楚正 老大 的胆子 竟敢骗在我的口上 还有你 霍老 徐慧 你三番五次的害我 这次还勾结楚家来诬陷我 你可有意思悔改之心 违改 霍老 陈嘉宜这 他就算没有抄袭 那也是个损性扬发 道德败坏的人 许是所有员工都可以做着 呃 对 霍老 徐小姐说的没错 陈嘉宜 就是脾气不断 你 陈嘉宜被学校开除已是事实 他高中时就擅长勾引男人 谁知道他消失了这些年 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搭 我高中是不是送出国留学了 出国留学 你一个土包子也配出国留学 谁能证明 是我送他出国留学的 什么 你高中时期就勾搭上了许总 霍老 您看到了吧 陈嘉宜不仅有顾总和他说话 连许总都向着他 陈嘉宜这个狐狸精通是勾搭两个男人 这不是品行不端 是什么 陈嘉宜 你确实有 徐坏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你竟然是我妹妹公 看到没 许总能承认啊 你 你 你说什么 陈嘉宜 是您妹妹 陈嘉宜 是您妹妹 醒完了 虚头的妹妹 我是虚头的妹妹 我是虚头的妹妹 我根本就不认识 我妹 只有嘉宜 陈嘉宜 才是虚头的妹妹 你 你敢挑我们 怎么可能 这就放在我语师上 你不懂吗 陈嘉宜 我 是我女朋友 这何来勾引这一说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为什么要说谎 我说没说谎 我说没说谎 你问一下 许总 知道了吗 我说谎 我看她 你 我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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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函地 你确实是我妹妹的 男朋友 我看她 不要 不可能 许慧 你这个骗子 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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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是你们三个一手把许慧捧上去了 现在要来责怪她 难道你们就一点错的没有吗 陈小姐 陈小姐 对不起 我们现在知道错了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没想到你们变本加厉 何其我来欺负我妹妹 我看这几个人 也没有必要在云城呆了 滚出徐氏 全云城 封杀这三人 管我 救我 还有你徐慧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可你爱慕虚荣屡教不改 此次诬陷我造谣我 甚至找坏坏来骚扰我 闭嘴陈小姐 凭什么你是徐总妹妹 金钱全是地位 凭什么你都可以轻易得到 还有徐总和顾总 他们两个都可以回这里 穿短架 踢什么进去 顾头说我最佳就忘记 执迷不误 哥 把她带去警局 剩下的全不敢出去 你把她带去 我把她带去 你把她带去 我把她带去 石棠 我妹妹的手带子不在你去 我妹妹的手带子不在你去 带走 学会 希望这次的事情 能让你离途之分 各位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现在商会继续 召开本次商会的目的 却只有一个 就是要选出下一院的 商会掌权人 你们都只设计了一部分 真是让老夫 难以抉择啊 霍老 这有何难 虽然说我们都只设计了一半 无辜一涵的 肯定没有我们好 徐景深 你还是这么狂妄自大 行了 都别吵了 霍老 能否让我看看 看吧 这不就成了 一份完整的 我们成设计蓝图 这 这不过我没看错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红片脉 只不过 这个脉 怎么会少一只眼睛 这是 西州家园 霍老 你看 霍老 女之 好啊 好啊 如此祥瑞之兆 这真是上天必有我云成啊 看吧 我就是说那样的 这个做得很小 各位 这掌权人的淫选 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他就是 陈小友 我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在场的人 很有意义吗 我宣布 云成商会 下任掌权人 他就是 陈嘉宜 霍老 我 陈小友啊 你就不要再推迟了 你不仅有着 超群的设计天赋 而且啊 还能管住这两个臭小子 让徐古两家合作 我把商会交给你 我也就放心了 而且啊 我百分百的放心 好了妹妹 有我俩护住你 害怕什么啊 大舅哥 你怎么又走这么快 大舅哥你慢点 你腿这么长 走这么快 我还被闯到吗 郭云涵 我刚刚在商会跟你合作只是全一致起 你不是我妹妹的男女 是很男的妹妹 哥 今天要不是云涵发现视频有问题 被带走的是我了 云涵 你喊他这么亲人干嘛 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我没有 哎 你们两个 喂 嘉怡啊 你怎么丢陈云成商会掌权人了 哇 你在国外都知道了 让我来 让我来 嘉怡啊 顾家那小子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啊 哎 别看我 再说了 这事 你还想买着爸妈不成 我跟你爸 下周一就回来 正好赶上你的生日夜 生日夜 怎么了 爸 许景山 恭喜你 爸妈下周就回来了 哎 不是 还有天家长呢 哎大学哥 等等我呀 怎么办 现在是你还不够 只有这个人不够 来人 有人吗 来人我打电话 吵什么吵 许慧 有人要找你 我说 我说 是 我早就看到陈嘉宜是剧景山的妹妹啊 是你害的我 不是我 是陈嘉宜 陈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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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厨 陈嘉宜 mente车 陈嘉宜 陈嘉宜 下车 陈嘉宜 淋 你这么玩过来 要是被我歌发一下 不玩呢 谁你是啊 我还怕他不吹 家野 你生日快早 你想要 你用吗 最重要的就是心意 我明白 没说是六公 恍然是偷偷出来 跟故意含见 家野 我 你们俩在干什么 不是说出来遛狗吗 它 是狗吗 你又干嘛 又干嘛 跟我回家 等妈妈回来 看我怎么告诉你 大学哥 你干嘛呀 你又走这么快 大学哥 陈嘉宜 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家野 来 哎呀嘉宜,快想死妈咪了 乱女儿,有没有想我们啊 你们在国安东面院 估计都忘了你俩还有孩子吧 瞎说,那还不是因为你爸 我们早就回来了 问我,不是你在一直想买买买吗 瞎说 哎呀嘉宜,怎么几个人不见 你瘦成这样啊 是不是哥哥不拿宝宝去 你再看看你 跟抗城是啥 妈,你能知道 哥趁你们不在 不仅乱说过高丝 还在派派会上弄拍地皮 我让你平时少看见霸道总裁的小说 你还真的自己当霸道总裁了 妈,你别这妹妹胡说 你们不在的是什么 妹妹呢 顾一下的总裁 徐几个你 伯父 伯母 顾一涵 你玩的 这不是我未来女婿吗 哎呦,让我们好好瞧瞧 这果然真剧呢 妈,你不应该生气吗 你妈生气什么 嘉宜谈恋爱 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自己找不到女朋友 难道你还有厨师 你们也没那么差 伯母 这么久没见 您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小孩,你这话说的 你这小嘴啊 真像抹了蜜似的 伯父 您也是啊 神采飞扬 风采 不见当年啊 笑 我看你们等会儿 笑不笑得出来 我看这个人 顾一涵 你没在这儿 跟我正面说虚话 什么时候虚话 大 哎,大舅哥 我怎么是说虚话呢 我说的可是大实话 你觉得我说伯母的是瞎话 还是伯父的是瞎话呀 我 你说了,你们的酒水 小辣哥,消气 伯父,伯母 今天呢 是嘉宜的事 请允许我 进嘉宜呗 好好好 你来不要 哎,等等 凭什么你第一个进我面目 我先进 哥 神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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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一半 人家一眼 你的死是大 人家一眼 我都进去了吗 好了 桂涵 我妹妹在换衣服 你偷偷过来干嘛 是不是想偷看 大舅哥 我就在门口又没进去 你最好是妹妹 我们可以进来了吗 进来吧 大爷 他们怎么又来了 大爷 平坑都到齿了 您可是今晚的准备 大家都在跟别人进去 走吧 大爷 帮我 妹妹 帮我 大舅哥 我说呢 今天就让我一次 谁是大舅哥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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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王 好了 走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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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姨是你逼我的 家姨和奶大家都在等你呢 妹妹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部分 现在一点消息机 部分 有些太大 时间空间在家里 谢谢哥哥 我很喜欢你这些花儿不识的礼物 妹妹喜欢就好 不许涵 你的礼物 你不会没给我妹妹准备吧 用你话多啊 我的大学哥 你说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这些就是我准备的部分 我们家姨呀都快被你们两个冲冲公主了 陈家姨 你可真心 有两个男人讲一种 可惜你的幸福到此为止 陈家姨 我让你们两个冲冲公主了 我 我 吓到 陈家姨 我的女儿 你是什么人 别过来 别过来 陈家姨 你不是被警察抓走了吗 你走啊 春家姨 我没有今天去都被你所刺 我要你死 陈家姨 陈家姨 你不要紧一点 陈家姨 不能再退了 别过来 徐辉 你不要冲动 徐辉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对 徐辉 就让你放开陈家姨 都可以给我 郭总 你明明就开始醒过的日子 是陈家姨掐走了你 其实 当时我是搞错了 我以为你是徐进生他妹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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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辉 一切都是我 只要你放了家姨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多少钱 不管有钱有什么用 那你还想要什么 你说 你找我哥哥 他干什么 徐辉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身份吗 好 我可以给你 陈家姨 你是在施舍我吗 你也是 你轻易就可以掉到的身份 也当然不会珍惜 你们票了 不要伤我妹妹 不要伤你 你妹妹 陈家姨 为什么你从一开始 你都可以有用 我看我们一起 请前角色定位 女儿都可以有用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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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的家人 你什么 我现在给你 你许会 你明明也要爱你的父母 明明是你自己贪慕虚荣才 你不可 蛤蟆说什么父母 都是你爱的 我杀了你 你不要 快叫救护车 你不要 徐慧 你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自首 不可能 陈家姨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自首 因为我不想看你这么一直戳下去了 我一直在帮你 帮我 陈家姨 陈家姨 我陈家姨 都是因为你 你什么时候你做 你 让我恶心 徐慧 我挽救不了你了 我不需要你救 有人会救我 他一定会救我 一定会救我他 徐慧 我挽救不了你了 十年前 说我把你丢在那个巷子里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帮助你 想要弥补我对你的困境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十年前 徐慧 束手就擒吧 毕竟没有退路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陈家姨 你是不是就是你什么都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十年前那条巷子半生 也就是故意带你去的 你说什么 徐慧 你出的那个女的 什么时候来呀 他只有你收的 什么时候来呀 放心 不信 帮让龙哥满意 那我们去KTV的话 我也不去吧 不会 有我在呢 他什么都听我的 原来是这样 我现在本来就是你叫的 没错 你当时你要是跟我见了KTV 现在跟我有什么区别 和我还傻傻的以为对你亏欠了那么久 哈哈哈 陈嘉义吃死吧 慧晗 慧晗 你干的怎么样 慧叔没事吧 没事 财义 我有些话 想对你说 话现在没说 以后就没机会了 你别来说 嘉义 我喜欢你 我是以为 你是欣赏的 我是以为 你是沈嘉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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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义 我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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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一下 陈嘉义 什么事马上就来了 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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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啊 啊 啊 陈嘉义 你干什么 陈嘉义 啊 啊 啊 你怎么会有这个 这些人 怎么把这个破玉配给放进去了 这些小时候我妈跟我的 但后来 因为一些事情 就碎了 这灯 怎么回事啊 嘉义 我去看一眼 哦 你冷不冷 我去帮你拿件衣服 开始就说了 我去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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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去电梅 我去电梅 发了 陈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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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陈姨啊 陈姨 陈姨 我听徐医生说 你有幽闭恐惧症这个事情 你 你刚刚 你刚刚 没有害怕 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我 陈姨 在一起爱你心就说过爱你